Train my life every day Tired the way it's been going I went through a similar phase Going through every emotion Hello 大家好 我是汽車攝影師 Ian 我們今天來這邊拍攝 一個汽車的廣告 那這次我選用的是Sony的 A7R5 以及目前我用的是2470的鏡頭 現在我們要從這個 AI的辨識目標選項裡面 從汽車的這個選項 改成人眼的選項 那我們待會可以來測試一下 在這個 AI的對焦補助下面 它可以從 汽車的這個對焦框自動 把它鎖定到 人眼的對焦框裡面 這樣子我可以更專注的 在拍攝的這個環境裡面 而不用去擔心 對焦跑掉的問題 那我們要把這個 AI的辨識目標 對焦補助的選項 從人臉切換到 汽車的選項裡面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 預先對焦的白框已經出現了 如果我的對焦擺框 靠近車輛的時候 它自己已經 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經先 預先對焦了 好 所以我扒安快門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鎖定 可以 我覺得這個翻轉螢幕超好用 因為我可以用 各種奇怪的角度 來拍攝 我可以把沙子 前面的這個沙子 當作我的前景 很輕易 我不用整個人趴到地上 我甚至可以到這麼低 超方便 待會呢 我會想要拍一些 比較特殊的角度 我想要focus來車輪的位置 所以我選用了21.8這個鏡頭 是滿廣的 那再來我會選用到S快門的模式下面 想要做一點慢快門 讓它有一點速度感的感覺 我現在找到一個至高點 這樣子我們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我們的拍攝角度 是高的 有位置 這邊這個角度不錯 那待會我會想要 拍攝追焦的畫面 定點追焦 所以我會想要設定在 S模式下面 快門先決模式 所以我會讓我的快門鎖定 可能在60分之一秒 80分之一秒左右 那我把我的對焦點鎖定住 固定著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對焦點 放在 車子的亮點的位置 比方說 車頭燈 日行燈的位置 方便我在小螢幕裡面去鎖定它 那我鎖定了之後 我就會一直 Follow著這個 背色車 這樣子 我就可以 保持是 車子是清楚 但是 我的背景是模糊的 會有一種速度感的感覺 再加上高速連拍下面 會大大的提高成功的機率 好 現在我們要來拍攝 Cart to car 就是在車上追焦的照片 那這邊我選用 21.8的廣角 當我們把會動的東西 把它放到畫面的邊邊的時候 廣角會再更凸顯它的這個速度感的張力 再來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是 這個時候仿若我會把對焦點固定住 它就很像我的槍的準心 我狙擊槍的準心 我把對焦點固定住之後 在攝影車跟背色車兩個在移動的時候 我就可以很精準的鎖定 我的瞄準的位置 比方說 在日行燈的位置 通常都會選一個高光點 來做瞄準 那我一直在這個小的對焦點裡面 我就可以持續的鎖定這個車頭燈的地方 我現在攝影車跟背色車要Cart to car 所以我們先平面的Cart to car 兩車待會先穩定行駛 攝影車在左前方 背色車在攝影車的右後方 清楚嗎 這樣可以維持維持 OK 很棒很棒 有那個AI自動對焦超方便的 現在我們要拍攝一個爆破場面 所以這邊一定是需要切到高速連拍的狀態 因為我們就只有一次機會 然後呢 因為我們這一次 現在我想要拍攝的是耳閒導演 那我想要對焦在他的人身上 而不是車子身上 所以我會把這個AI的辨識目標 對焦補助的選項呢 切換到人眼對焦 對焦模式下面會是連續對焦AFC的狀態 曝光補償會是降0.3 EV OK 好 光圈我喜歡就是在這個狀態下就是開到最大了 2.8 目前我是用2470 2.8 2代 GM 現在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拍攝汽車的小技巧 那我自己在光線的選擇上面 我會蠻喜歡選擇在逆光的狀態下 因為整個氛圍感就會更加的強烈 那尤其是選用Sony的機器的時候 因為它如果我選擇RAW檔的狀態下面 那它可以調整的動態範圍就很大 從最亮到最暗進到後期裡面的調整 幾乎可以說是一張照片 就可以做到HDR的狀態 那在構圖上面呢 待會我們就來實作看看 看在這邊可以玩出什麼樣不一樣的構圖 來試試 我剛剛其實用了蠻多破水平的方式在拍攝 就是把它歪一邊這樣 那我自己會覺得 這樣子的狀態下面 因為我們這個車子是有點野性的感覺 就是它非常OFFROAD 所以我覺得稍微破水平一點點 就會有點突破框架的感覺 也讓整個畫面更具張力 讓它更有那種越野的味道 OK 今天終於完成全部的拍攝 整體來說非常順利 那尤其是這個A7R5呢 它裡面多了一個 AI的辨識目標 的汽車的選項 說真的 對我拍攝汽車來說非常方便 讓我可以完全放心的 在構圖 保護人身安全 狀態下面不用太擔心 這個還要在那邊移動對焦點啊 然後 對焦會不會不小心被穿進來的東西擋住 它完全鎖住車子 完全讓我專心的進行拍攝 再來一個我覺得超級棒的 就是它的翻轉螢幕了 就是因為它的翻轉螢幕呢 就是萬象的 所以在很多很刁鑽的構圖上面 至少我還可以看得到畫面 以往我們都是要用盲拍的 就是切一個廣角 然後 拆一下這個鏡位 到底有沒有拍到 當然成功機率會降低很多 那現在有了這個翻轉螢幕 真的很方便 整體來說 是好機器